资讯会上有市民建议当局加强关注精神健康问题和支援隐蔽掌舍 行政长官李嘉茨说会按实际的需求调缝资源 在外国社工是不会提供辅导服务 不过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香港的社工是会提供辅导服务的 所以我现在很想请问特首 三层应急机制将会完结了 不知道政府会不会考虑延长这个三层应急机制 同时在地区看见站和学校争计辅导员的职位 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专业的辅导服务 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完善 以及建立一个高风险的掌舍的户籍资讯 特别是针叙一些隐蔽的掌舍 或者在他家的门口装一个感应器 如果一些掌舍可能一天或两天没出街的时候 就会亮起一些灯 旁边左右的一些住户伦理 也可以从而按一下钟 或者拍门可以加强到伦理的帮助支援 社福的问题我们会不断努力 需求是很大的 哪些是重点做先 因为资源方面的问题 所以你们的意见 让我们在资源调配的方面更加到位 我们提及很多就是如何处理那些 去帮那些 开始精神需要我们去 例如去辅导 来真正去处理它 这个是对的 我们会继续做 到年底 那个机制我们都会有个检讨 那你们的意见 当然我们可以纳入检讨里面 但我觉得同样 另一只脚走得要 亦都是快 减少那个问题的来源 就是说我们要重点研究一下 如何可以令到少一些青年 需要帮助包括他个人的个性的建立 他有一些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不容易的 但我这个是要细细长一齐做的